就等於由這個專案工作小組派 所謂的製造設計 那個藍椅的廢合料儲存廠真相調查的小組 這是由總統在競選期間 就承諾對原住民的轉型正義 應該有更具體的實現 其中有一項就是針對藍椅廢合料 當時如何決定在藍椅 這過程中藍椅島務族或的燃美族的族人 是否有足夠的資訊 被告知或的參與或的判斷 希望有個正向的調查